就是一场拳拳倒肉的比赛 双方互劈上千拳 发誓要打死对方 这一赛前美国选手实在是太猖獗 在发布会现场 公然羞辱中国男人就是大娘们 更是阴阴狂吠 只需要一拳就能把中国选手送进棺材里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解气的中美对局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中国选手刘文晴 这个状态非常的激动 发誓要打死这个嚣张的美国拳王 桑农李奇 那么相信你也听到赛前这个桑农李奇的嚣张扬言 说我们中国男人是大娘们 所以说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非常的愤怒 发誓要在这场比赛亲自捏碎这个桑农李奇 让我们显然少叙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 哎呦我的天哪 双方选手直接进入了对拼模式 根本不给任何的这个机会啊 这个呼 我的天哪 纯粹的肉与肉的碰撞 可以看到桑农李奇也是先松了手啊 有一点干不过我们的刘文晴 那么我们的刘文晴呢 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拳手啊 之前是在家里种地 后来被他的教练看中 走上了这条搏击之路 那么凭借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和这个重拳啊 在外国赛事上啊频频出名 也被外国人称之为战神 可以看到他这个打比赛的这个亢奋劲啊 非常的激动 像是战神一般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外号 好的 桑农李奇也是打一个后手反击 刚才那一波对拼看来是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啊 桑农李奇也是不停的挑衅我们的刘文晴啊 看来是嫌自己命长了 那么在赛前面对桑农李奇的挑衅我们的刘文晴也说过啊 我可以拿命给他拼 他敢跟我拿命拼吗 可以说气势非常的足 小心 爆摔 桑农李奇也是拿到了一个侧位啊 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桑农李奇进攻的 我们刘文晴还是需要小心一点 漂亮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顺利的挣扑出来 恢复了战位 对手这个进攻还是很猛的可以看到 我们刘文晴也是被打得满脸是血啊 裁判暂时停止了比赛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擦一擦 可以看到刘文晴很暴躁啊 真的是不服 打得我满脸是血 我要跟你干 这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像是谁呢 泰国拳王拨球 好的 桑农李奇再一次将我们的刘文晴拖至地面啊 这个不拖地面 纯打战力的话肯定是打不过我们的刘文晴 这个位置控制的也是很死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防着对手再进一步的起到自己的身上啊 漂亮蓝边这个位置也是死死的控制住了这个桑农李奇的这个进攻的空间啊 漂亮成功反制 现在是我们刘文晴的优势位 哎呦打得这个美国拳王抱头鼠窜 攻守逆转了现在 漂亮我们可以看到裁判出来宣布比赛结束 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刘文晴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在这个第一回合啊 相信桑农李奇也是得到了教训 须知不可以轻易挑衅我们的中国选手 不然得到的只会是痛鸥和惨败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回放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给对手一个这个反制啊 重攻骑到了对方的身上 这一通杂拳我们可以看到裁判 哎呦一直在看啊 已经知道这个桑农李奇是防不住了 非常的凶啊 这个杂拳 我们的刘文晴也不愧是重炮手 战神之名名副其实 好的我们可以看到 哎呦这个桑农李奇过来 跟我们的刘文晴握了握手 确实厉害 让你再说中国人是不是大娘们 好的让我们再次恭喜刘文晴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这一场胜利也是来之不易啊 确实是打得很凶 可以看到一开始也是拳拳倒肉 了不得 我们的刘文晴也是为国争光啊 真的是很帅 这个照片显得是英姿勃发 画面非常的不错 带感 好的让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刘文晴 在赛后有什么发言 可能大家现场都不知道这场比赛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发布会场 在发布会场 刘文晴和苏丽奇两个人就已经放在一起 我们已经打过了 在发布会场这个舞台上 在场外就已经打过两次了 所以其实今天来的人在台上 发布会场两个人不出现让 那一下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 明天说这是一个是 我说是一回事 我说明天说的 这对他批评了 是你最后? 也是 这是我批评了 I need a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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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the entertainer